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您在文章尾部的留言区留言获得点赞数前五名的我们将送出这本书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兄弟公众号叶未免FM的大力支持 英雄和泥巴呢也会经常在那里给大家分享关于音乐的心情故事 也欢迎大家常去那里做客 今天呢因为要为您分享到的文章就摘自泥布修行 我的仇人名单让我们一起来听 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我到南方一座城市去访问一位著名画家 这位画家比我年长十岁 并不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 却在这里有一间画室 那个夜晚他不做画 只是与我常谈一直谈到深夜 连告别时他说还要给我看一样东西 他从旅行包里取出了一本很旧的画稿 快速翻到最后一页 出现一个名单 名单是用黑笔写的 其中大半名字又被红笔画掉了 画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仇人名单 就是这些人捆绑过自己 独打过自己 用最残酷的手段折磨过自己 画家指着名单的前三名说 他们也是画画的 行刑是专打我的右手 这只手啊被打得半年不能动弹 两年不能拿笔 三年不能画画 他们出于同行的嫉妒 要是我一辈子都不能画画 那你留下这些名单是为了 我轻声地问画家 画家说 我既不会捡起皆发 也不会报仇血恨 他们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但我必须把他们记住 因为我人生最重要的岁月 都毁在他们手上了 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深深地点头 又指了指被红笔画掉的一大半名字 问 这些怎么画掉了 这些人呢都死了 死一个我画掉一个 上一个月一连死了两个 我虽然不复仇啊 却一直远远地看着他们 我借着他们 领悟善恶报应的天道 画家说 我十分赞许 让一切恶人背后 永远有受害者的目光 这些目光直通天道 正是那个夜晚 那个名单让我想了很久 不错 我历来反对夸张仇恨 也反对在不夸张的情况下 愁愁相报 因为这是世间灾难的主要来源 这位画家没有采取任何报酬手段 只是做了记录 只是投影目光 我觉得很有必要 你可以责怪他心胸不够开阔 未能一笔勾销 但他寥寥几句表述 已经说清了理由 让我感动的是 这位画家在他辉煌的创作上 始终没有沾染任何仇恨的印痕 在他的笔下 人间总是那么纯真 可爱 灰红 饱满 世界重重地伤害了他 但他还给世界的 却是大善大美 从那天开始 我也会在空闲之时 对自己心底的注存 略微做一点整理 我知道自己心中 不应该存在仇人名单 那么降低几度 说成是负面心理名单吧 与那位画家的名单相比 我的应该更少 因为画家是一个感性人物 我则应该用理性 更严格的筛选几遍 如果筛选的结果 一个也没有剩下 那是最好了 为了争取这种结果 我咬着牙憋着气 把筛选标准定得极端可可 最后定下的标准是以下三条 一 此人不仅严重地伤害了我本人 还严重地伤害了我的家人 二 伤害必须延续二十年以上 至今没有停止 三 此人必须是一个权势人物 拿着自己手上的权势 或依靠着背后的权势行恶 有什么人能符合这三条标准吗 我不能不说 有 有几个 四个 这四个人利用权势 剥夺了我父亲的生存权 剥夺了我的名誉权 剥夺了我妻子的工作权 如此行恶二十年 在古今中外都罕见了 本想告诉我的读者 他们是谁 但转念一想 这样的罪恶太容易燃起功愤 他们也有家人 家人应该无罪 那就只好掩盖名字了 曾想标出姓氏便于叙述 心肠一软 也免了 我只能默默地把他们关押在我心底 关押的方式不妨柔美一点 于是把主使 高官 主编 编剧的姓氏 用谐音合成这样一个名字 浅方丽莎 好了 我终于做了一件难事 完成了一次心理清理的实验 在心底关押四个名字 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对手 他们身上的恶 是一种庞大存在的小小呈现 远远超过他们的个人责任 请看这四个人 我的浅方丽莎 刑恶二十年都具有不合常情 不顾常理 不计后果 不知节制 不问天良 不必天谴的特点 似乎被一种邪灵控制了 一种来自时间和空间的负面积累 在他们身上爆发 他们本人也很可怜 正因为来自深远的负面积累 他们身上所负载的黑暗 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任何人都应该认真对待 星云大师知道我受尽诽谤 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受辱是为世界承担苦难 那夜我与他一起微炉受罪 他这句话让我领略了 大乘佛教的宏偉本意 除了这种宏偉本意 我本人对那些恶 还有另一方面的正面感受 那四个被邪灵控制的人 浅方丽莎 以及被这个方明蛊惑起来的人群 对我有意无害 他们深知把特权和谣言 掺和在一起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灭力 因此也就有效地赶走了一切 向我走来的脚步 阻止了一切向我发来的邀约 这就像在我的帐篷外面 挂了好几块情无打扰的 牌子 让我这辈子过得安静 舒适自在 一点不错 我毕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们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 他们是以敌对面目 出现的知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的分享 记得在文末留言点赞 或者是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那如果前五名呢 也有幸得到于秋雨的 尼布修行这本书 我是音游 让我们在下一个夜晚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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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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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我一个人走 偶然也会寂寞 心觉孤独 还要等多久 像那风筝 断了线 轻易缠绵 满地从前离开软 风过后留下天轻轻开 日落后舍舍的等待 路那么远 心那么痛 可怜如火在海边徘徊 日落后云还散不开 日落后将爱情掩埋 日落后多开 日落后舍舍的等待 路那么远 心那么痛 思念如火在海边徘徊 日落后云还散不开 一朵朵相爱情圆埋 日落后云还没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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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后云